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借款1》于羊演播 秋色已深浓 京师之中有关财税的几个衙门进入了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候 加上战争对军费的消耗 这些衙门的忙碌的程度就以指数而递增 如果去中书护房绕一圈 到处都能看见像狗一般喘着粗气的官人 老狗一般趴在桌上的书瓣 以及死狗一般的唐力 每一个人都是燃烧殆尽的灰白 来自各地军州的税部堆满了中书门下户房的价格库 经过了紧张的一个月的整理之后 这些税部上的数据 浓缩为厚如砖块的五大本国纪布册 放在了韩刚和其他载府的书案旁 但这几本国际部 韩刚通常是不看的 他会从顺丰行和平安号里抽调得力账房 进行抽查核算 同时张顿那边也会调用自家账房进行核算 这几年来韩刚和张顿两边都会对国际部进行独立核算 然后相互对照 因而在第一年的时候 只是中书五房就有六七十户的立员世家家破人亡 顶替他们的新人就勤紧了许多 几年下来都没有了过去的那些龌龊事 有可靠之人为自己把关 韩刚现在一般就只关注贴在布册第一页上的简单几个数字 不包括商税 不包括印花税 不包括盐税 更不包括国有工厂的销售利润 电民贷的还款以及其他杂项收入 这只是丘付和随丘付一同缴纳的一部分升丁钱和免刑钱等正税杂付的总和 大约占国家财纪收入的四分之一 更确切一点的说是明面上的四分之一 当韩刚盯着这几个数字的时候 拥勤商会的李氏 本月的轮值主席金手仁就毕恭毕敬的坐在他面前 金手仁大气也不敢出 虽然能在韩刚面前有个座位 而且因为韩刚的脾性还能安安稳稳的坐踏实了 但不得不维持着供桌上的神像一般的坐姿 连动弹一下也不敢 但并不比他去其他贵人家只坐半个屁股落座更好受 韩刚此刻的脸色寻常人看不出异样 但金手仁瞥眼看见桌旁的国际部 就知道这位宰相现在的心情决然说不上好 金手仁他每次看账簿的时候 看见亏空和少赚的条目 心情总是会很糟 想来宰相的心思虽不是一个俗伤能比 可只要戴着眼睛和耳朵就知道今年的财迹绝算不上好 宰相的心情自然也不会阳光灿烂 正如金手仁猜测的 今年全国的税负收入的确是很难看了 因为夏中洪灾的缘故 中原各路的夏凉本已减少了近三成 而秋凉数量同样比去年少了近一成 而申丁浅则因为受灾各军州 被朝廷免除缴纳更比去年少了一成半 只有草料 北地今年天气尚且算得上是和顺 故而比去岁更增加了少许 如果没有南洋种植园的出产 如果没有西域云南和南洋吸纳大批失地流民 别说维持对北方的战事 直接就是灾民启事了 但即使是国内保持了安定 也没有干扰到北方战事的胜利 可也是让朝廷动用了多年积存下来的老本 而且今年的出产更是一落千丈 秋税的具体数据还没有传出来 不过同比骤降的下税对金手人来说可不是秘密 房内气氛凝重 金手人坐立不安 正等到韩刚放下国际部 刚想说话 却又见他开始翻阅起金手人带来的会议记录 两天前 雍琴商会刚刚在周治县结束了今年的年会 会议结束后金手人亲自带了会议记录 连夜乘车赶来京师向韩刚汇报工作 韩刚从来没有要求过雍琴商会这么做 但每一位商会的成员都知道 只有走完这最后的一步商会年会才算结束 记录本上的字迹虽然潦草 却依然架势十足 足可见记录者的书法水准已经登堂入室 不过会议记录的关键点完全不在字体上 而是文字中的内容 转型期的雍琴商会 该怎么度过在向离任后的弱势期 这是雍琴商会这一次年会排在第一位的问题 但到底该怎么做 韩刚事前并没有受益 金手人也不知道这个会议的结论 能不能让韩刚满意 也没有等待太长的时间 韩刚翻看得很快 没多久就合起了纪录本 抬起头看着额头冒汗的金手人 似笑非笑 金手人身子向前请了请 摆出功灵锤训的姿态 这一回决议倒是不少 韩刚抬起一只手 掰着手指给金手人数着 关锡十一项 荆棘九项 河东河北都是八项 淮南江南就只有四项了 金湖两浙更是只有两项 你们这是要开门做生意呢 还是要在家里守门户啊 广西呢 广东呢 南洋呢 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啊 是不是都准备让给福建人了 相公明鉴 金手人连汗都不敢擦 当然不敢放弃 只是准备维持 小人回去就通知各家 把相公的意思告诉他们 实在是不知相公心意 冯兄又没有说话 金手人吓得够呛 话都说的颠三道四起来 商会内部会议中 金手人一向是全力支持冯从毅的 金甲可算是雍勤商会里的元老了 当年第一批支持韩刚 开辟棉花产业的大户人家之一 也是雍勤商会的创始成员 但随着雍勤一代的豪门大族不断的加入商会 缺乏官方势力的金甲 在商会中的地位一年低过一年 最后勉强在理事会中敬陪莫作 而金家的子弟做买卖的还算不如家名 但读书都是蛤蟆上述一般 没有一个能成气候 好不容易才出了几个秀才和一个名算科的共生 最后也就两个县议员和一个周议员 对金家的才势来说 仅仅三个议员远远不足以维持家业 也不足以维持金家在雍勤商会中的地位 而依靠联姻得来的助力则不敢完全信任 这一困局让金家相对于商会的其他理事 日子过得步履为鉴 但这样的金家却是雍勤商会中 对韩刚最为忠心的成员之一 只有依靠韩刚才能维持住金家在雍勤商会中的地位 因而只要是韩刚的吩咐 金家就会不折不扣的完成 可这一回的会议上 冯从义都没怎么开口 与会的成员们弄不清楚韩刚的心思 到最后就只能是一些四平八稳的决议 即不触怒韩刚 也不会冒犯张相公 谁知道到了韩刚这里 就给打回来了 韩刚摇头叹息 你们呢打劫的还没有伸手 自己就把家底缝上了 这样就让人不抢你们了 民族资本家的软弱性 在雍勤商会的成员们身上表现了一清二楚 眼看靠山不稳就开始妥协退让 对面还没有动手呢 自己就先软掉了 韩刚放下会议纪要 回手拍了拍桌上的国际部 知道秋睡的情况吗 有什么想法吗 金手人啪的一声站了起来 小人全听相公的吩咐 韩刚瞥了他一眼 金手人又乖乖的坐了下来 低头道 小人听相公训事 我在这里给你透个底吧 金手人精神一振 任何时候宰相透底总是有好料的 今年的下收二税的确大降了一成多 但两税税入如今也只占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半 商税印花税还有二间工厂的收益 都是有不小的增长 可以这么说 夏天的洪灾对国际并无影响 只是加上战时军费消耗就大了 不过也只是多动用一点旧食储备 金手人点头 朝廷前些年积攒下来的家底 他多少还是知道一点 完全可以说得上是丰厚 为了保证军费 张子后本来都是准备动用封装钱 但我跟张子后说没这个必要 直接借钱就行了 朝廷不是普通人家 非得把家底都耗光了才借钱 朝廷坐拥天下财税 不怕还不上钱 只要维持朝廷的信用 按时还本付利 有多少钱都是能借来的 金手人眨了眨眼 听到这里就有些不对了 先冲家底再说借钱 这不是商家借款时的标准套路吗 平民百姓借钱那是走投无路都装得可怜 说不借钱生活就过不下去了 但商家借钱从来都是先说自己的家底有多厚实 只是暂时周转不开 怎么韩相公这牲口跟商人一模一样啊 不过金手人倒不怕朝廷借了就不还了 钱是什么就是信用啊 韩刚这些年宣扬的货币信用论 这些年深入人心 即使是朝廷 也不敢随意在钱财上背心弃意 这意味着日后十倍百倍的损失 那相公打算怎么一个章程啊 金手人小心翼翼的问 有抵押有利息还要什么章程 韩刚哼了一声 第一期战争国债已200万万起 期限三年 出定是年利一成二 还款的时候可以选择现钱 或者是辽国的矿山和铁路开发圈 军费的确有些吃紧 但韩刚如此做更有政治上的考量 逆官卖绝也不是不能筹集军费 可筹集的数量是有限度的 能拿出来卖的官卫只能是名义上的 不可能给实质 否则拿到了之后就会刮地皮回本 不能回本的买卖自然卖不上价 最高又不能高过从八品 当然售价就更低了 即使官卫卖出个千八百 对军费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说到底 从民间借钱是付出最小的方法 同时也是收益最大的方法 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相关 金手人只听到这里就忍不住跳起来 果然还是有自己人在台上的好 什么没有军费了 这是趁机给自家搂钱呢 这种好处不是有一个宰相靠山能够享受到的 所以说吕不韦才会说 立国家之主立无数啊 拟定国策之权 好处全在这里了 韩刚瞪了他一眼 这一回金手人恍惚了好一阵 才知道要坐下 就听韩刚说 当然 这战事也有万一 所以打下辽国就以辽国的还 打不下来就拿金湖云南的还 至于借款抵押是延税 金手人脑袋里这个时候叮叮当当的都是钱串子在想 相公 两百万罐哪里够啊 至少一千万呢 按金家不说多 五十万罐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 第一期一开始不能多 韩刚冷静地看着金手人的兴奋 这事儿啊 我本不准备说的 等于张子厚商议好之后再跟你们讲 但看看你们这样子又不能不说 这里面的利润有多少 就不用我来说了 按你们这一回会议上的方针 是准备全部让给福建人吗 金手人忙摇头 有这么几千万上万万的好处在 别说张顿 就是天王老子都不认了 该争就争 理直气壮的去争 韩刚沉声道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和平是打出来的 妥协退让 求不来和平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之借款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载之天下》借款2